大家好,我是熊爸爸,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呢,是分享外交男女在国外的情感,婚姻生活的真实的故事的 而我呢,我会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生活点滴,我的美食,还有我的DIY 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呢,记得给我点个赞 然后呢,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那么这次呢,又是陪着我老公到外面来出差 趁着我老公开会的时间呢,我就有时间坐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嫁了老外之后,我的病好了 这个故事呢,我其实是想了好久,我在想要不要分享的 但是呢,因为女主人Sufi,她一直要求我一定要讲她的故事 所以呢,我还是把她的故事分享在这里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希望你能花上你宝贵的时间 陪我一起听完Sufi的故事 Sufi说,小宝宝,我的父母呢,是60年代的时候就来了美国的 我是在美国出生的 1970年的时候,我出生于美国旧金山 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 我是最小的哥哥,姐姐,我的父母都非常的爱我 C我从小就是属于那种体肉多病,身体不是很好,有点懒的女孩 而且我的个子呢,都不到1米6,我只有1米58 虽然说,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家人都非常的疼我 但是呢,我高中的时候,我还是谈恋爱了 我的男朋友呢,是一个流氏的小伙子 我们两个感情非常的好 那时候的年龄呢,就觉得那就是真爱,那就是感情 我们俩也特别的喜欢对方 后来呢,我就怀孕了 怀孕的时候呢,我才18岁,刚刚高中毕业 当然我是没有心思去上什么大学了 我的男朋友呢,也不想让我上大学 因为已经有孩子了嘛 不管父母怎么反对 在美国是自由社会 只要我们双方是喜欢对方的 只要我们满了18岁,我们月异 那父母是没办法干涉的 所以我和我男朋友呢,就决定结婚 那时候呢,因为也很年轻 我们也没有钱 我们也没有办法到外面自己去住 也是和我的第一任老公的父母住在一起的 那结婚以后呢 我可能是因为家务事也比较多 加上带孩子 因为我从小就干活不是太多 那结婚以后 家务事就比结婚之前更多 还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结婚以后,生完孩子以后吧 我就经常那种会各种关节疼 街头疼,膝盖痛 有时候坐在哪里 坐久了,站起来的时候 就觉得膝盖都伸不直 有时候走路的时候 都觉得有点走不动 当然也去看过医生了 医生也没有说出一个俗语人 也没有检查过到底怎么回事 那随着世界的退役呢 一年多以后 孩子也满岁嘛 再加上我和我老公呢 是和父母住在一起的 那我的婆婆呢 就经常跟我说 哎,苏菲亚 医生都没有说 你生病 你怎么一天都不干活 你这么年轻 怎么就是一天这里不痛 那里痛的 你是不是为了偷懒不干活 才这样子的 我婆婆这样子说我的时候呢 我当然心很痛 我也想勤快一点 我也想出去工作呀 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走路都觉得膝盖好痛 就是走不动 那后来呢 我就跟我老公商量 我说 为什么我所有的关节都在痛 干不动活 如果西医看不出来的话呢 我们去看中医 可是我老公呢 就是属于那种 非常喜欢拖的人 好像他呢 也没有太在意 我的各种疼痛 偶尔呢 他说话的仪器 还比较像我的婆婆 他会说 苏菲亚 那以前上学的时候 我也没听说过 你这里痛那里痛的呀 是不是就像我妈说的一样 你是为了不干活 而专病的 我们还有一个女儿 靠一个人正前养家 我是养不动的 我说 那这样子 那我打电话问一下我妈 到底要怎么办 打电话和我妈说了之后呢 我妈就说 可能是因为我坐院子的时候 没有坐好 导致我关节痛 或者说 是不是因为我们家的冷气 开得太凉了 导致我的关节痛 他说让我带着孩子 回家去和他住一段时间 因为我们家的祖籍 是广东人嘛 我们广东人呢 比较喜欢熬滩 炖滩 我妈就说 那你就回家来住一段时间 我给你熬滩 做些菜 养一下你的身体 看看你会不会恢复 我老公其实也同意了 所以呢 我就带着孩子 去我妈家 住了大概一个月 那个时候呢 是1980年的时候 并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子 有手机 有电话 随时可以通话聊天的 但是呢 我老公一直都没有来看我 还有看孩子 那一个月以后呢 我又带着孩子回家了 这时候呢 我的老公 可能他也很年轻嘛 他可能也喜欢上了别的女孩 所以他就有点嫌弃我 他就说 哎 Sophia 你去你妈家 住了那么长时间 是不是你以前 有什么男朋友在那边 你故意回去 会你的男朋友 我说 怎么可能呢 你和我谈恋爱到现在 你是知道的 我只有你一个男人 你怎么会这么欲望我呢 但是呢 我第一任老公嘛 他就一直嫌弃我 再加上那个时候的我呢 就是又瘦 吃不下饭 然后身体也不是很好 当然胸部也很扁平 所以我的老公呢 就非常的邪弃我 他常常邪弃我吧 胸部扁平 又懒又长 所以我们就因为这些邪气吧 再加上年轻气盛的分开了 那时候呢 因为都不到20岁 当然虽然说 我已经和他结婚了 去他家了 在华人圈里面 我们是击败了婚礼的 但是在美国政府这边呢 我们还不是夫妻 因为我们还没有领结婚证 我们两个呢 就这样子分开了 他说孩子呢 因为是个女孩 让我带走 他有空会过来看孩子的 而且他也会付孩子的生活费的 所以我就带着我的孩子 回到我妈家 那时候我的哥哥呢 也已经结婚了 我的嫂子呢 感觉他不是特别的喜欢我 可能是因为 我就是身体一直不太好 再加上我还有一个孩子嘛 那时候我们的家呢 在旧金山 也只有三个房间 他们自己也有孩子 那我带着我的女儿 回来住的话呢 我就要住一间房间了 那个时候呢 我妈又很疼我 尽管那时候 我的父母很疼我 我的哥哥也很疼我 但是在我嫂子的面前 我一直觉得 自己好像做什么都不对 那一年以后呢 我又认识了一个男的 同样是一个姓刘的人家 所以我妈就说 你已经被姓刘的甩过了 你还想跟姓刘的谈恋爱吗 我觉得天下姓刘的 都是一个德性 你好的时候都会爱你 你不好的时候呢 都会嫌弃你 但是那时候 我的第二任丈夫吧 她其实对我也非常的好 而且结婚之前呢 我也和她聊过 我说我一直会关节有点疼痛 但是呢 我也不会疼到那种 躺在床上不干活 做不动事的 可是呢 我可能干不了重活 那时候她跟我说 哎 那个爱情是可以治疗百病的 你跟我在一起 我疼你 我爱你 我觉得慢慢的说不定 你的病就好了 因为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我跟她讲过一些之前 我前婆婆对我 总是很挑撤的故事 所以她就跟我说 你和我在一起呢 你也不用担心 普习关系 因为我的父母呢 都是在国内 他们也不想来美国 所以我也相信了她 那时候呢 我已经满21岁了 所以我和她呢 是正二八经的结婚 领了结婚证的 但是结婚以后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又觉得 我的关节疼痛 加重了 我的膝盖疼痛 也加重了 她不是随时随地都痛的那种 只是说 你时间站久了 她会痛 坐久了 站起来的时候 走不动路 我的手指的关节吧 就是有时候就是 炒菜的时候 拿不动锅铲的那种感觉 刚刚开始的几年呢 我第二任老公呢 她对我也特别的好 她也能够理解我 可是呢 因为她一个人在美国 她一个人养家呢 确实也不容易 可是我和她结婚几年 我一直都没有孩子 而我老公呢 又很想要一个孩子 我们一直尝试着想要一个孩子 但是她就是没有 当然 我那个女儿呢 我是一直带着她和我在一起的 那我第二任丈夫呢 有时候 她就会对我的女儿 特别的严厉 有的时候 我的女儿吃饭慢一点吧 她都会跟我说 哎 孩子都四岁了 你能不能教下她一些道理 你应该对孩子这样 应该对孩子那样 可是 我的女儿那时候才四岁啊 有的时候 我女儿多吃几个草莓吧 她就开始用嫌弃的眼光 看着我女儿 感觉我们娘俩好像 一直都在吃她的 用她的 那后来呢 因为我的手脚 关节一直在疼 所以我也通过医院 做了证明 通过医生的批准 我就拿到了 美国政府的产战福利 就是说 证明我的手脚有问题 我不能工作 所以政府会给我一笔钱 养我 那时候的我呢 只是想证明给我老公看 我自己虽然说没有能力去工作 但是 我是有收入的 政府是养着我的 其实我就是想 让我女儿吃饭的时候 她不用看着我女儿 我女儿多吃一个水果的时候 她不用用邪气的眼睛看着我 尽管我拿到政府的残障补贴 但是我老公还是很嫌弃 她说 苏菲亚 你那点钱吧 都不够你们娘腮牙的 你还说养你和养你女儿 那小点钱 我根本就看不上 可是 说实在的 政府给的那个钱 那个时候吧 虽然就几百块钱 但是 足够我和我女儿用的 再加上我女儿的父亲 每个月会给我女儿 一两百块钱 可是 我的老公 一直用那样子的眼睛看我 我和我的第二任老公 我们一直生活了七年 我一直忍他 忍了七年 当然 可能他也一直在忍我 忍了七年 我一直都没有孩子 后来 实在没办法 他干脆 就逃避我 不回家 开始的时候呢 说他出差 几天不回家 再后来呢 是一两周不回家 那有一次呢 我就问他 我说 你现在出差那么多吗 然后他就说 苏菲 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是不想回家 见你们娘娘 我也不想过这样子的日子 所以我不想回家 那个 我们还是分开吧 我又被离婚了 所以 我没办法 我和他结婚的时候 我是不工作的 我什么都没有 离婚的时候呢 我也是什么都没有 我就带着我的女儿 离开了 我的第二任老公的家 当然这个时候呢 我也不可能 住回我的父母家了 我哥呢 虽然是我哥 他对我很好 但是呢 我还是能感觉 我嫂子 他不欢迎我 因为我那点钱呢 是不可能租公寓 也租不起房子的 所以我就到处找人 合租 我终于找到一个女的 他也是离不婚的 我们两个呢 一见如故 就像好姐妹 好朋友一样的 所以我们两个呢 就一拍即合 一起合租了一套公寓 那套公寓呢 其实也就是 只有两间房间 我和我女儿住一间 她住一间 但是她偶尔会有男朋友 那个时候的我呢 已经对男人 真的非常的绝望 不只是对男人绝望吧 我对我自己 也是非常的绝望的 我认为 不会再有男人爱我 我也不想再嫁人 我就带着我的女儿 这样子过吧 有的时候呢 我还会跟我的女儿说 妈妈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妈妈只有你 尽管妈妈是个半残废的人 但是呢 我会做你最好的朋友 你有什么你就跟我讲 你有什么需要 你也跟我说 我女儿也特别的懂事 她就说 妈妈 你不用担心 等我长大了 我工作了 我挣钱养你 所以我就一直和我那个朋友 合租在那个公寓里面 住了一年多 后来呢 她嫁人了 但是我们两个呢 因为是好朋友 她在结婚之前呢 她又给我找了一个合租的人 这个合租的人呢 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女人 非常的善良 我们两个呢 也像是好姐妹一样的 住在一块 一转眼呢 我们就住在那个公寓里面 住了三年了 因为我对自己呢 是没有信心的 因为我的前两任老公呢 都非常的嫌弃我 觉得我懒 觉得我又丑 又瘦 又不好看 因为那时候的我呢 一米五八 我只有九十半 再加上我一直关节疼痛 吃的是国家福利 谁能看上我这样子的女人 所以我对自己是 一点信心都没有的 然后有一天呢 我的合租伙伴 也是我的好朋友吧 她就跟我说 苏菲 你下周末有什么安排吗 我说 我能有什么安排啊 像我这样子 又不工作 又没有朋友的人 我肯定没有安排了 她说 没有安排的话 你和我一块去参加 我妹妹的婚礼吧 我说 你妹妹又没有邀请我 我去参加你妹妹的婚礼 人家欢迎我吗 没有被邀请去参加婚礼 会很尴尬的 她说 她是我妹妹啊 我邀请你 你就陪我一块去吧 我现在还不想带我的男朋友 去借我的家人 就算陪我吧 我想想 我觉得我天天待在家里 也没事 那时候的 我的孩子呢 也是八九岁了 他也有自己的小朋友 他也没有那么多的需要我 所以呢 我就答应了他 可是那个时候的我呢 就是不会化妆 也不会打扮的人的 可是我想到要去参加 我的好朋友的妹妹的婚礼 我就到商场里面 转了转去 我就买了一条紫色的短情 刚好到膝盖的一条小短情 我又转了转去的 买了一双 中根的这么高 大概有两英尺高的 这么一双连鞋 那天呢 还专门让我的室友 给我化了一个妆 去参加他妹妹的婚礼 我的那个室友呢 就给我化了一个妆 他说 你的皮肤很好 就是有点黄 我简单给你化一下 我顺便给你讲吧 那个我妹妹呢 她嫁的不是华人 她嫁的是美国人 我的父母呢 一直希望我们嫁华人 可是我的妹妹啊 她文化比较高 她的老公呢 是她上大学的时候就认识的 尽管我的父母非常的反对 但是因为我妹妹很坚持 她一直和我妹夫在一起六年 那现在呢 我妹妹也工作了 所以他们才结婚的 我给你化个淡妆吧 参加外国人的婚礼 还是化个淡妆漂亮一点 所以她就给我化了个淡妆 当她把我化完妆之后 我发现镜子里面的我 其实也没有那么臭 为什么我的前两任老公 那么嫌弃我呢 当然这些都不重要了 后来呢 我们就来到了 我室友的妹妹的婚礼现场 在婚礼现场呢 除了我们华人朋友 她的老公那边的人呢 也来了好多人 大概有二十几个人 因为我们参加的是 我室友的妹妹的婚礼嘛 所以我室友的妹妹呢 带着她的老公和她的家人 来和我们打招呼 这时候呢 就有一个男的 看上去大概四十岁左右 身高大概有一米八五 这样子的一个男人 过来和我的室友打招呼 因为我的室友呢 他的英文也很好 这个男的呢 就自我介绍说 我的名字呢 叫Jack 我是你妹夫的同事 我们两个关系很好 所以我也来参加她的婚礼 所以我的室友 就一直在和她在聊天 她就说 我那个朋友啊 就是你的妹夫吧 她太幸运了 她找了你妹妹 你妹妹又温柔 对她又好 关键是你妹妹会包饺子 你知道吗 我们常常最喜欢吃 她做的饺子 甚至有时候呢 她会做春卷 我们在我朋友家的时候呢 你妹妹总是会做 更多的饺子和春卷 让我们带回家吃 我们可高兴了 所以每一次 我们到你妹妹 和我朋友家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自带饭盒 去他们家打包饺子 我那个室友呢 就说 啊 你喜欢吃饺子啊 他就说 是啊 我可喜欢吃饺子了 可是呢 我就没有我那个朋友 那么幸运 找到一个亚洲女孩 我觉得亚洲女孩 真的是太能干了 他们什么都会做 又勤快 又会做饭 真的是太幸福了 我那个室友呢 就问他 Jack 意思是说 你很喜欢亚洲女孩 是吧 他说是啊 我也尝试过 想找亚洲女孩 但是碰到的亚洲女孩呢 有的已经结婚了 有的呢 我也不喜欢 所以我一直没有找到 一个亚洲女人 我那个室友就问他 那你心中的亚洲女人 是什么样的 你想找什么样的呢 Jack就说 我想找一个 和你妹妹差不多的 会做饭 很温柔 重要的是 会包饺子 那那个时候呢 我的室友 他是有男朋友的 所以呢 他就说 是吗 你真的喜欢亚洲女人吗 Jack呢 就笑笑 他说是啊 No kidding 我不是开玩笑的 我那个室友呢 就转过来看着我 他就说 Sufi 你有机会了 我说什么 然后呢 他又转过去 跟Jack说 Jack 这是Sufi 他是Single 他现在还没有男朋友 你喜欢他吗 那个男的 看着我 他就说 你好 我是Jack 然后伸过手过来 准备和我握手 我也伸过手过去 我说 我叫Sufi 我们刚刚握手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 他的眼睛 是发光的 其实 作为女人吧 我们是知道的 一个男人 他喜不喜欢你 他看你的眼神 你就知道 我也笑笑的 和他聊天 我们站着聊天 聊得特别的开心 他也告诉我 他很喜欢亚洲女人 我说 那你喜欢亚洲女人 你赶紧找啊 其实在我们这个城市吧 旧金山这里 亚洲女人很多的 他说 我觉得我不用找了 我发现 我喜欢的人 就在我的旁边 那时候我就想 他喜欢的人 就在旁边 在哪呢 我还转过去 到处看了一下 我好像没看到 谁站在我们的旁边 然后他笑笑 他说 可能是你哦 当然我们聊天呢 聊得特别的开心 当他聊到饺子的时候呢 他就问我 你会做饺子吗 我说 对我们中国女人来说 饺子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了 就是用粘面皮 把肉包在里面 那么简单的事情 我出来包饺子 我还会做困顿 然后呢 他就说 真的吗 我没有吃过困顿耶 那么 哪一天 你能不能给我包一些饺子 我花钱给你买 但是呢 我没有吃过困顿 困顿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就告诉他 就是比饺子小一点 但是饺子呢 是干吃 困顿呢 是放在汤里面吃的 所以他非常的感兴趣 后来呢 他就给了一张 他的名片给我 他说 上面有我的电话 我说 我是一个家庭妇女 我没有工作 我没有名片 他说 那你给我留个电话吧 哪天呢 你包饺子的时候 你多包一点 然后呢 我也想尝一下困顿 就这样子 我们聊得非常的开心 其实在我的心里吧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找一个老外 特别是金发毕业的老外 我虽然在美国出生 在美国长大 但是 我的父母都是非常传统的中国人 我们从小吧 父母都希望我们是叫华人的 都觉得 我们华人 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根 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 找一个老外的 可是 我回家以后的第二天呢 杰克就开始给我打电话 问我 什么时候 给他包饺子 我 因为是和我 室友合租嘛 再加上 我也有一个女儿 所以呢 我就说 我不方便邀请你来家里面 你要想吃的话呢 我包好了 我送去给你吧 所以一天 我就出空 包了各种各样的饺子 装了两个保鲜盒 我就送去给他了 那天呢 他就一直看着我 他就说 Sufi 你长得这么漂亮 你真的是single吗 我第一次听人说 我长得这么漂亮 我就笑笑 我说 You kidding 从来都没有人说过 我漂亮的 他说 我觉得你很漂亮啊 而且 老外的爱情 是很直接的 他就跟我说 他之前 谈过两个女朋友 但是呢 一直都没有想过要结婚 当然他也没有结过婚 他就跟我说 Sufi 我很喜欢你 你喜欢我吗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话 我们试着交往可以吗 我就跟他说 我是一个 有残战的人 我经常关节疼痛 所以我一直都长不胖 以至于 我是没有办法去工作的 我现在呢 还拿着政府的 残战福利 不仅如此 我是嫁过两个男人的 而且 我还有一个女儿 她说 她一点都不介意 她喜欢的是 我这个人 喜欢我的灵魂 她喜欢我脸上 淡淡的笑 淡淡的忧伤 我还是告诉她 让我想一想吧 因为我是华人 我们家呢 很传统 我的父母 一直都没有想过 要让我找一个老外 她也同意了 可是我回家以后呢 她每天 都会给我打电话 而我约我一块吃饭 那时候的 Jack呢 我就觉得 她很喜欢我 所以 老外吧 他们喜欢你的时候呢 他们就想办法 让你的孩子 让你的家人 也喜欢他 有的时候呢 她还跟我说 我们一块出去骑车吧 我说 我关节痛 我没办法骑车 她说 那我带着你女儿去骑车 你介意吗 所以 她就带着我的女儿 去骑车 她带着我的女儿 经常出去骑车 走路 吃冰淇淋 所以我女儿呢 也非常的喜欢她 有一天呢 我女儿就跟我说 妈妈 我觉得Jack 他是非常喜欢你的 为什么不和他在一起呢 你就不要想着 一直要找中国人吧 你看我爸爸是中国人 他没有对你好 你第二任老公 他对我们也不好 你还不如尝试一下 叫一个外国人 难说 你的命运就改了 我说 让我想想吧 但是 Jack 他一直不停地给我打电话 一直在约我 后来呢 我也觉得 他是个好人 我也就喜欢上他了 我们谈恋爱 不到半年 我们就结婚了 我们结婚以后 他就安排了一个 honeymoon 就是度蜜月 这次度蜜月呢 他带着我去了欧洲 我这个在美国出生的女人 第一次出国 他带着我 到了威尼斯 他在威尼斯的河上 租了一个小船 有两个人在划船 他租的是一个大的 有两个男人在划的 床上呢 还有点心 还有一瓶香槟酒 他告诉我两个华洲的人 他说 这是我和我的妻子 度蜜月的时间 你们要乐意的话 可以给我的妻子唱一首歌 那两个华洲的人呢 就给我们唱了 意大利当地的歌 我听着那些歌 我泪流满面 尽管我听不懂 但是我真的觉得 好浪漫呢 我何得何能 得到这样子的爱情 我又何得何能 得到杰克的爱呢 我一直在流泪 我老公就过来 轻轻地擦了我的眼泪 他说 苏菲 你哭什么 我说我这是高兴的眼泪 他说你别哭啊 你哭的话 你脸上它转会掉了的 你现在有我 未来的日子 我都不会让你哭 为什么我讲到这里 我就会觉得有点想哭呢 忍一下 爱情真的 有时候会让人感动 sorry 对不起 继续讲故事吧 我老公 他一直是对我 非常的好 非常的浪漫 那个蜜月的时间呢 我的关节也经常的疼 但是他很会按我 他就会从我的尖头 按到我的手指 然后蜜月期间呢 有些我特别喜欢吃的东西吧 他就说 这太油 别吃了 他会点那种 非常好吃的意大利海鲜 那些非常好吃的意大利面 他非常懂 那些食物对身体好 那些食物对身体不好 所以那个蜜月呢 我们去了一个月 我所有的吃的 都是Jack给我挑的 我们买的衣服 也是Jack给我挑的 我就觉得 我变成了一个小孩 什么都不会 那因为我之前的两段婚姻呢 他们都从来不牵我的手的 虽我没有习惯要牵手 我经常情不自禁地 把手缩回来 但是我的老公Jack 他就很主动地牵着我的手 无论走到哪里 所以蜜月之后 我们回来 我就感觉 好像我整个人 精神比以前好多了 我的关节也没有以前 那么的疼痛了 过了两个月 我就发现我的关节 好像真的好多了 我就到院子里面 去弄花 拔草 Jack下班回来呢 他就跟我说 Sufi 亲爱的 你在干什么 我说我在弄花拔草啊 他说你的手 不是关节痛吗 你弄得动吗 我说我感觉好多了 没事的 我可以的 所以他也陪着我 一起弄花 拔草 我的老公Jack呢 他一直都是 对我轻轻地说话 无论我做错什么 他从来都不会指责我 他也不会怪我 他知道我 关节疼痛 他也不会让我 干更多的事情 在家里面 所有的家务 基本上是 我的老公Jack在做 在生活上 我所有的饮食 他都给我做了一个 轻微的调整 偶尔我会给他 包一些饺子 炒一些米饭 有的时候 他会给我做一些 意大利面 炒个通心粉 甚至给我做海鲜 我慢慢的 我就觉得 我也很习惯 Jack对我做的 所有的饭菜 一年以后 我竟然发现 我所有的关节 都不再疼了 我可以和我老公 一块散步 可以陪我的女儿 丢个篮球 我觉得我一点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就跟 我的老公Jack说 我想去找一份工作 我已经好了 我不想再拿政府福利了 我老公说 你不拿政府福利 是对的 你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但是至于你去不去工作呢 已经不重要了 我觉得我挣的钱呢 可以足够我们的开支 当然你如果一直很想去工作的话呢 我也不反对 可是如果你去工作的话 万一我们要去度假 要去旅行 你又要工作的话 不方便 我想来想去 我还是觉得 我想工作 所以我老公呢 就给我找了一个工作 当然这个工作呢 是他们妹他们开的 一个花卉农场 我就在农场里面 给他们交交花 帮个忙 说真的 也是他们在帮我的忙 虽然说是花卉农场 其实工作是非常的轻松的 那后来呢 我又有孩子了 我和Jack有了一个儿子 但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爱情 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儿子的到来 而且我们的爱 一天一天的壮大 有一天呢 我老公就说 Sufi 我的妈妈和我妹妹都说 非常的喜欢吃你的饺子 还有你的中国菜 我妈妈说 你有没有时间教一下她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这个周末 你教我妈妈和我妹妹做饺子可以吗 所以那个周末呢 她的妈妈和她的妹妹都来我家了 我就在那里教我的婆婆做饺子 我婆婆也跟我说 Sufi 我很感谢你 有了你 我儿子才想着要结婚 要不然我真的没办法让我儿子结婚 也是因为有你 我才会有我的孙子 我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我就跟我婆婆说 我也是要感谢你 因为有你 我才有这么好的老公 当然我这么说的时候呢 我也在想 今天是我的生日啊 我的老公怎么没跟我说一声生日快乐 也不在家里面 就和我公公就出去了呢 去了大概三四个小时才回来的 回来的时候呢 她就过来 搂着我的腰说 Honey 生日快乐 我说 我以为你忘记了我的生日呢 她说怎么可能啊 我记得你的生日的 非常抱歉 你看 你的生日 还要让你给我们做饭吃 非常的抱歉 我说什么呀 我在教妈妈做 妈妈学得很好 我也很开心 我也很快乐 然后我的婆婆就说 Sufia 你出来门口一下 我说干嘛 她说你出来一下呀 我就走到门口 我婆婆说 我儿子给你一个惊喜 生日快乐 我一看车库里面 停着一辆红色的奔驰 镜子上挂满了气球 气球上显着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我说 啊 这是给我的吗 我真的是太感动了 我又是一个很容易哭的人 我又激动的泪流满面 我老公就说 你不是说 你喜欢这个车的吗 我说 我是说过我喜欢 但是我想 我们是买不起的呀 她说没事 我付了首付 我们会慢慢的付清的 然后她就牵着我的手 她说 快过来 进去坐一下 看看你喜不喜欢内部 我坐到车里面 摸着方向盘 非常的开心 我老公坐进副驾 在我的脸上 亲了几口 他就问我 你喜欢吗 我说喜欢 非常的激动 非常的喜欢 我老公说 舒飞 我爱你 我真的太感谢 我遇见了你 未来的日子 我一定要爱你 就不管是昨天 今天 还是明天 我都要像今天一样 一直爱你 爱到我的生命的终止 我真的不知道 我老公的爱情 为什么那样的甜蜜 那样的温柔 我老公从来 都只会跟我说 最好听的话 所以我的心情 也非常的好 我后来想了一下 可能 我的关节疼痛消失了 一是 和我的饮食的变化 有关系 二是 我真的心情 非常的好 我一直在享受 借开给我的爱情 当然 我这么说呢 可能 有些人会说 现在是新婚 他当然对你很好了 他当然很爱你了 但是 谁知道未来 是的 谁也不知道未来 但是呢 如今的我 已经54岁了 我老公快60岁了 我们已经结婚了21年 我的儿子已经19岁了 我带着和我们一块生活的 我的女儿 他已经结婚成家了 这21年呢 我老公对我的女儿 一直就像对他的孩子一样 就是我女儿上大学的时候 一些费用 都是我老公花的钱 陪我女儿骑车 陪我女儿跳舞 我女儿谈恋爱了 失恋了 她也会陪我女儿 一起喝酒 一起聊天 尽管说 我的女儿 她是华人的孩子 我的女婿呢 她是一个印度人 现在 我的女儿呢 也已经有三个孩子了 他们经常 把他们的孩子 送到家里面来 杰克 就像一个外公一样的 对孩子很好 感觉 就像一个老顽童 我真的不知道 她为什么 那么善呀 那么友好 那这21年呢 我和我老公 杰克的感情 一点都没有减少 我们的爱情 一天天的壮大 这21年 我们走过不少的地方 因为 她知道我的根 在中国 她会给我一个惊喜 说 我们回中国 去看看长城 所以这21年 我们走遍了世界的 大江南北 很多美丽的地方 都留下了 我们牵手的足迹 我的老公呢 从来都不会让我操心 他自己会在网上查 去到哪个国家 这个国家的文化是什么 我们去到那个地方 要玩些什么 他都是做好工练 我就像一个小孩一样 只管让他牵着手 走遍大江南北 而且这些年呢 我的父母 也慢慢的老了 我的妈妈 已经八十几岁了 我老公和我在一起的 这些年呢 他也学会很多的中国话 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 他和我的妹妹妹夫 和我的哥哥嫂子 在一起的时候呢 他也会东一句 西一句的用中文 和我哥哥 我嫂子他们聊天 他非常的随和 所以我们的家人 都非常的喜欢他 他虽然是 不是西方人 但是呢 我感觉 他学会了很多的中方文化 去看我的父母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 我都没想到 要买什么东西 但是他会想到 要给我的父母买一些糕点 买一些水果 我的妈妈对我 不再失望 他对于外国理系 也不再那么的抗拒 我妈妈经常说 Jack 你怎么对我们那么好呢 还给我买那么东西 他会用中文说 一点点了 如今呢 我的老公快六十岁了 我也快五十五了 但是 我们依然 就像新婚一样的 我一直认为 人生吧 可能前三十年 你生活的 非常的 糟糕 一塌糊涂 但是 只要你努力 我相信 人 只会越走越好 我也相信 可能 我遭遇的太多 不幸了 所以上帝 是专门派我老公 来拯救我的 所以 我才想把我的故事 分享给视频面前的 女性朋友们 我是想告诉大家 不要绝望 不要失望 无论你今天 经历多少的不幸 但是 一定要相信 总是有一个爱你的人 他在某一个地方 只是 他一直没有来到你的面前 寻找爱情 努力的接纳另外一个人 永远 都不会太迟 那亲爱的朋友们 苏菲 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 就为大家 分享到这里 其实 苏菲的这个故事呢 已经来到我这里 时间有点长了 我一直纠结 要不要分享 他的故事 因为 很多华人嘛 比较拒绝 这样子的故事 可能很多人会以为 苏菲分享这样的故事呢 是在鼓励 所有的华人 嫁给老外 其实 我当时呢 也有这种想法 所以呢 我不太想 分享他的故事 可是 苏菲他一直 坚持 让我要分享他的故事 那 我也想说 我和苏菲呢 都并没有想过说 讲这个故事呢 是要让大家 努力的去嫁一个外国人 嫁一个 金发毕业的白人 不是这样子的 爱情 爱情在任何人的身上 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生 只是看你有没有运气 碰到了真正爱你的人 真正对的人 无论嫁给白人 黑人 印度人 还是我们华人 都并不阻碍你去寻找幸福 只要你找对了人 嫁对了人 无论嫁给什么皮肤 什么种族的人 你都会很幸福 好的爱情 就是一剂药 一剂好药 它可以治病 还可以治愈生活 所以 我在这里呢 希望视频面前 能看到我的视频的朋友们 我都希望你们在 短短的人生里面 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 那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呢 记得点个赞 然后呢 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这样子 下次我在分享新的视频的时候呢 你才不会错过我的新的视频和新的故事 那就让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